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虎難線耶穌聖像巡遊 昨日和今日兩日都會舉行 聖像巡遊今日下午4時半繼續進行 今日將會從主教座堂反抵聖奧斯定堂 即是光頂教堂 在4時半之前已經吸引大批信眾和遊客 在主教座堂圍觀 見到有外地來的朝聖團 可能是香港的教友 一齊來觀賞這個儀式 而大批農友站在有利位置拍片和拍照 踏正4時半儀式開始 教堂的鐘聲響起 背負十字架的耶穌像 由信眾抬出來 虎難線耶穌像出遊俗稱出大耶穌 是天主教虎難線耶穌九日敬禮的一部分儀式 在每年四旬期的首個週六日進行 即是復活節前四十日的星期六日舉行 出遊隊伍主要是由澳門教區主教 神職人員和大批本地 以及海內外的教友組織 以拜虎路的方式來進行象徵聖經裡 耶穌受難死亡的經過 而澳門治安警察局樂隊 亦會沿途演奏愛樂 剛才大家都看到和聽到 場面非常莊嚴 隊伍先由主教座堂 即是大廟頂走到噴水池 再取道白馬行 水坑美街、南環大馬路 封順堂街、龍松街等 上去江頂的聖奧師定教堂 虎難線耶穌聖像出遊 在澳門歷史十分有久 可以追溯到一七零八年 即是清初康熙年間 現在分為兩日進行 首先自聖奧師定教堂出發前往主教座堂 第二天即是今天會回到江頂的教堂 在澳門極具地方特色 和代表性的宗教城市 不過原來很多內地旅客都不知道 剛才去拍片的時候 都被內地旅客問了兩次 這集就看到星期間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